你这个能跑过 我叫250的电车 电车啊 早上点充电吧 高速服务就这么充 什么 谢荣津骑着电动车 电机大家看到没 也能上高速了 这个马达他必须上高速 想办法 这边老板也喜欢电动车 这老板说他自己买的 花了1000块钱 说是40安的 48伏 结果装到他这个电动车上 只能跑10公里 这指定是有问题 估计是玩的 或者里面有问题 骑电动车不对 骑电动摩托车 能上黑龙江的高速公路吗 兄弟们 大家请看 眼前呢就是高速的公路入口 这里一个牌子写的很清楚 设计最高时速 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 不得进入高速 还有这三个禁止牌照是什么 人 然后自行车 还有个拖拉机 没说我们这个电动车 不能上啊 不对 电动摩托车 大家先看电机开的没有 上的是黄牌属于电动摩托车 需要摩托车的驾驶人才的驾驶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个行为啊 我这辆车最高时速能跑到120多公里的时速啊 然后呢 在高速跑个250公里的续航肯定是没问题啊 具体高速能跑到公里上高速下期视频再给大家测试一下啊 现在呢我们先上高速看看怎么个事儿 现在呢我们先上高速看看怎么个事儿 还能交费这会儿高速摩托车领不了卡下期也交不了费 不要上 那不是免费也可以吗 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你这边国道也不好走啊 那202你也知道吧 不要上 我昨天我都黑了200多公里走到晚上9点 那党内板都给我干断了 那没着好 你黑龙江现在这辆车是不让上 不让上 对真是不让上 要上我就让你上去了 不让上 那是你们地方规定啊 那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啊 你拿出文件来 你这说不让上就不让上 我现在还让说汽车不让上 你将临时车牌跪准10点失语 那不让上现在就只能走202国道 你这上哪的 从哪来呢 去 从黑河过来 现在去哈尔滨 哈尔滨对 就只能走202国道 这这路也太烂了 不是你这边好走了 你不像黑河那边说难走 不会吧 真的 你将临时车牌跪准10点区域 从那边到北岸中间都修了 包括到那个 202国道是属于黑大公路 到哈尔滨那都是修道了 跟这倒是一样的 就是先住80 限速80 对 这摩托车但是没有那个那啥 但是正常的小车是限速80 因为这区间嘛 摩托车带也上高速60到80 你这个能跑多快 我这250的电车是吧 电车啊 这早上点充电吧 都在 对 高速服务动的 信息核对中 请耐心等待 上不去 让你上的 我就不处理拦你了 就是这样 信息核对中 请耐心等待 走不了 不好意思了 好吧 再见 他这里简直是开玩笑 学的 你看这牌子上写的 和他坐的完全就是两码事 我们姑且相信他 再往前面国道走一走 看路况怎么样 要是路况还很难 大家看一下 二零二国道没错吧 这告诉我是板油路 重新修过的 看一下 这就是板油路 他们所说的 这个石头 看见没有 刚才直接给我 顶起来了 把这个石头 直接给我 看一下 车都给我装成什么样子 这里直接一个黄痕 这里铁都给我顶成什么样子 这他妈是电池仓 我老铁 开玩笑 烦死了 继续又往前走 然后呢 找了一个收费站 经过沟通 然后又成功的上高速了 兄弟们 真不错 现在此刻呢 我们是上了高速之后 在高速的服务区里面 其实这个高速不是非常不可 只要主要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路也太烂了 兄弟们 昨天我从黑河市过来 走到龙镇那边吧 220多公里 走到了晚上9点钟 那个路太烂了 挡泥板都给我颠断了 那个路 太糟糕了 兄弟们 所以今天发现路又是那个样子 是吧 他告诉他不让上 不让上 幸好找了另外一个 然后沟通了一下 没问题 这不是就上来了吗 说起那个路 我不得不吐槽几句 如果说这是202国道 他如果在边境烂一点也能理解 毕竟边毕竟满荒山野地的对吧 也没多少人走 烂烂破破烂烂的也无所谓 这里怎么说 也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路怎么能烂成那个样子 中途还有很多冲 很多镇 很多县城 路烂成那个样子 那很多人走高速了 是不是 都逼着人家去走高速 那你们这些冲镇 什么的能发现前面 要致富先修路 你看你路成那个样子 那感觉都可能五六年 七八年没修了 都土铺的那种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兄弟们 那路真是不是一般的烂 对不对 我们这个电动车本来预解性能就差一点 那种烂路 你看差一点 连我电池都给我装报废了 反正呢 说这么多 这个路这么烂 肯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是有问题 如果我要是本地人 我高低 对吧 把这条路好好地研究一下 怎么那么烂 这不得上反映一下 对不对 像上面 算了兄弟 我不是本地的 我也只是路过 现在上高速了 也问题不大了 那句话 大家呢 不要模仿啊 我呢 上高速也是迫不得已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这是一辆电动的摩托车 时速包括续航各方面 是达到一辆机动车 能上高速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上高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家不要毛发 然后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 我们继续前往长白山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